但是我的車還沒來 你的車還沒來 對啊 他不是都看我的壓平 我一般來購的都購玩 我們就要塞而已 怎麼辦 我們來拿個禮物麵包 就回去了喔 就這樣 你覺得呢 也是第一次 真的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 弄成這樣子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欸又來了 耶 哇 欸 這便器這麼好 對啊 我跟你講我裡面穿短的 因為今天要去台南 你裡面該不會穿長的吧 沒有穿短的 唉呦 滿聰明的耶 我知道應該會脫掉吧 對啊 今天去台南收台車 又是大家最喜歡看的 收車吃播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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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是不是應該找一個停車場還是什麼 還是要去你家裡 你家裡在附近嗎 要40分鐘 哇你這樣會遠喔 這裡比較郊區的 所以你等一下的話 你應該假設車有成交 你也是要回家嘛 對不對 對 這樣我們應該 還是附近我們找一個地方 剛好停車 好 我們先說好之後 我們這麼回到你的家 欸 但是 我的車還沒來耶 你的車還沒來 你的車還沒來 沒有啊 我們一般 你不是都看我的壓平 我一般來過都高完 我們就來曬台北 你車經常要來 他經常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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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常要來通知 說要去錢 對啊 你這樣到那時候 結束不夠 這樣要怎麼辦 你每天買車 還沒來 還沒去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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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買票回去啊 拜就拜 因為現在看不意 現在看看不看的 沒那麼高 你的車如果譬如說 還要過兩禮拜 你結束又不一樣 所以我這樣看沒有意義啊 對啊 因為我聽你說 說來收車 還要請我吃牛肉湯 我想說 你都看我的壓平 你知道嗎 我們都坐高鐵來 在這裡買 怎麼辦 我們來拿個禮物 麵包就回去了 就這樣 你覺得呢 也是第一次 也不錯啊 真的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 弄成這樣子 我先請大家看看 你要買這次 我們再連錄一下 就好了 因為我看過的東西 只是價錢 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跟你講 因為現在 車子差不多 一至兩個禮拜 價錢就會有變 沒關係 價錢就是 沒關係啊 價錢就是 到時候 出現意思就是說 我們講多少就多少 我們找一個好聽車的地方 我稍微給你看一下 知道一下車況 沒關係 也可以看看 走走 我們先出發 但我想要一個計畫 我們等一下 不是看完租先生的車 看完之後我們去租車 租車去哪 去吃東西 去吃東西啊 去吃東西啊 你沒租過車嗎 對啊 去吃東西 都來了 不去吃一下怎麼行 來啦 這個 天氣非常的晴朗 來到台南 寶地啊 小吃的集散地 我剛剛已經發文了 讓這個台南的網友推薦一下 本來我們是一趟收車 美食之旅 變成 安純的美食之旅 沒有啦 陰錯陽差 沒有搞清楚那個 朱仙的那個新車 可能還要 喔欸 CX60欸 對啊 我路上還沒有看到耶 聽感覺應該一到兩週應該是 就可以交車了 因為路上好像已經 上個月好像聽說 交五百多台 領台五百多台了 所以路上應該是有在跑 只是我還沒有看到而已 那就變成這個計畫有變 因為還不能確定交車的時間 我們就比較 沒辦法確定價錢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先 來到台南 先幫朱仙恩把車 我先大概看一下 鑑定一下 那到時候等到朱仙恩要交車前 我們再聯繫一下 看價錢上面有沒有什麼 更動 好那時候我們再請服務人員來簽車 來我先看一下里程數 其實我也忘了 那時候應該有假的 欸 2016年的VTRS的2.4CRV 這應該四輪傳動的 這裡啦 11萬6700 16年 現在是8年車 也還OK嘛 欸看生鏽你看 弄打得錯 真的齁 01 這開新的 23年換的 哇這個應該都挺外面 你看它已經都不亮了 有沒有 金油被曬 對然後這個大燈都霧化了 這應該不常在打蠟 因為其實2016年有常在洗車打蠟的話 應該 器皿還是要有一點點的 光澤 光澤 發電機新的 那你覺得這引擎應該有漏油 還好 還不錯 車頭板件 OK 漆的顏色都非常的自然 好 標籤也在啊 Tier OK 一樣的地方 接縫處 嗯接縫處 講很多次了吧 水會在這邊等 對不對 每個門都一樣耶 都是這邊耶 都是這邊耶 它這台車都是這邊 4WD的 是頂級的 不是在這 耶 OK沒拆過 旅車比較高 要趴一下 有嬰兒座椅 爸爸用車 對不對 會插到下面 小秒看一下 OK 沒問題啊 欸這邊 這邊就好一點點 一點點還是有一點點 還是有一點點 我們的禮物 哇這看起來是奶油捲耶 這不能常溫太久 嗯 會壞掉 雖然陰錯陽差 但是至少來我們還賺個禮物 那椅子的部分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它本身身材就蠻標準 體重應該是輕蠻多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 我覺得這跟體重有關係啊 這也好小 啊 方向盤就有點光亮了 方向頭偏亮 有沒有這紋路都壓 壓得有點 像軍頭了 啊這次除了亮以外已經有點拖齊了 欸好了看完了呢怎麼辦 去吃東西 我剛剛是聽到底盤稍微有一點聲音 嗯 你有聽到對不對 對 轉彎的時候 我懷疑是差速器的聲音 因為它轉彎的時候 從後面有一個 對後面 那應該是差速器的聲音 差速器這個就要 比較多錢 要多錢 這個要注意一下 搞定了 欸 剛好拍這個片紀錄一下 到時候過了一兩個禮拜 他要講價錢的時候 我就看這個影片 插陣 對就是 回想一下說 這個車礦到底是怎樣 欸 他 19年的時候 有換過牌 16到19 主席 主席你這個有換過大牌嗎 對 那是有什麼 之前是常租嗎 還是什麼 對 我看你要買二手 這是二手的 看小市長姿勢 好 他這邊有一個出廠年月 16的嘛 有沒有 然後他的右邊這一面啊 有一個 補換照日期 跟原發照日期 跟原發照日期 是108三月 就是2019年的3月15 所以這個就代表說 這個時候有 有補過 補發過牌 跟換過大牌 就看這裡 因為正常的出廠跟領牌的時間 不會差那麼遠 三年耶 對啊 對 一般2016年3月出廠的車 你了不起 五月八月 年底就要領牌 那他差了三年 就代表說 兩個賣 有啦以前有遇過 一個是庫存車 我有遇過庫存車 放太久了吧 那我講很多次了 以前那個207 不要吃207 09出廠賣到11年 還12年去耶 那個一出來 水跟油都要重新再來換過一次 他是新車耶 就放在那邊 放了兩年 也是有啊 如果換過牌 我們就可以去深究他的原因嗎 他之前是因為常租車到期 買二手的 還是因為 什麼狀況 被註銷大牌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自己出去外面 車行也好 自售也好 你看到那個出廠 跟那個右邊的那個領牌日 差太多 那你可能就要問一下 去查一下說 搞不好這也是租賃車啊 基本上呢 孤車就搞定了 那剩下 我們就來繼續計畫 下一個行程 而且也蠻開心 我們賺到一天價 好啦搞定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 下一關 採訪一下 我們在台南遇到這個 熱情的朋友 問一下台南人 現在這個時間 有沒有推薦 如果現在你肚子餓 你該不會跟我說 去7-7吧 現在肚子餓吃高鐵站 不行 要想一個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對你這話講出來 我跟你講 一講錯會被台南人炮轟 土拖魚群可以嗎 在哪裡的土拖魚 哪一間 公園路 公園路 公園國小對面 今天我們就拍你要 你要吃什麼 你記得名字嗎 我忘記了 好吧 那我們等一下查一下台南公園路的土拖魚群 謝謝 非常謝謝你 給我們這個寶貴的情報 我沒租過車啊 那邊有 德上跟何韻耶 不知道怎麼弄耶 那是不是有APP 還什麼 不用吧 它有零貴應該就可以零貴了吧 戴不起球而已 對啊 本來的收車沒收到啊 那你是這邊住這邊黃嗎 對啊 我再回來坐高鐵啊 OK 有沒有屌一點的車 有 謝謝 真的假的啦 多屌是多屌 B4S 那個AFA AFA 太大了 我們兩個開AFA超小啦 很酷啊 還是我們開貨車 HINO 我開HINO幹嘛啦 真的有B4S 真的有B4S啊 但我這邊沒有再準高鐵 Lasus NX200今天也有 NX200是舊款的齁 新款的 新款的齁 還是要開NX200 它是8300是不是 8300 沒有沒有你說定價 定價的話是7600 7600 那現在的優惠價是 7600怎麼打也是要5000啊 就是 399 3999 可以聽耶 可以開箱耶 好像也不錯耶 來 NX NX200 對 NX 這邊有7300 7000加賬嗎 來 阿代交給你 它那個開門的 已經變跟我們那個LBX 一樣是用按的 那個EVAC 那我們要測囉 OK 謝謝啦 謝謝啦 OK 拜拜 它這就沒有LBX那麼Q了 怎麼沒有那個滑滑 沒有 還是被人家摸到了 沒有 它這台車才跑3000公里而已 那真的很輕耶 對啊 你3000公里不會摸到這樣啊 這真的跟LBX不一樣 LBX真的超Q的 不是我在講 軟度不一樣 對 那個面料不一樣 不過這比較帥 這應該是氣氛燈嗎 但是 好啦 舒服啊 好幾次的租車也很爽耶 沒有啦 阿代 欸你要不要查一下這台的規格數據啊 沒有台頭顯示器 但是有預留孔 它這台應該是 自然進氣 直接試缸 對嘛 哇這做的 雖然很簡潔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這邊好像少了什麼 感覺有一些 對啊 按鈕之類的 不是就很空對不對 嗯 可能這是低規的吧 會不會 這看起來也不像有其他東西 你看這 時速什麼 CPT喔 應該是CPT CPT時速手自排 對 因為蠻悲劇的 看這油門踩下去好悲劇喔 你看 聲音很大 沒有速度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 看有點悲劇耶 它還是一樣開起來蠻沉穩的 可是就是 我覺得這比LBX還悲劇耶 LBX聲音雖然大 但是我覺得速度還算有一點 這就是噓噓的這樣你知道嗎 閃起來就這樣 嘖嘖啊 油門補下去整個那個空虛感都出現 沒什麼踏實感 上半部隔音不錯 可是下面 輪噪聲 滿大的 在跑3500而已 應該不至於輪胎變形什麼的 然後輪噪聲真的是滿大的 還是路面的關係 應該都有吧 它這個當初新車賣多少錢 它這應該是最低等級的 對啊 2024年的是171萬 小小貴齁 比LBX大很多啦 沒有那麼局促 對 但開起來我覺得 真的是 高速公共是蠻穩重的 它底盤還是一樣 Lexus的底盤都是蠻穩重的 可是就覺得 那個動力有點 不太行 LBX可能還有馬達 在那個 在推 感覺 可能車也比較輕嘛 所以開起來是還蠻流利的 但是這NX我覺得開起來就有點笨重 而且它的油門啊 其實是偏重的 所以你想要的車有充 你油門要踩到超過一半下去 不是那種 含一點點 LBX的油門 深度不用踩到那麼深 這個的油門深度就要踩比較 因為我剛開始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它的油門滿重的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它的油門你要踩 所以想要有車子有加速的感覺 油門要踩得滿底的 除了回饋感重 重腳以外 油門的反應要在很下面 它才會有反應 我們今天就 順便 車沒估到 開箱一下這個2024年的 應該2024 欸這裡有啊 這裡有行道 2023年10月啦 開箱一下 好啦OK啦 我們就繼續 出發 公園路 不知道有沒有開 禮拜二什麼 剛剛查了一大堆 全部都公修 欸土豆魚羹欸 真的假的哪裡 這裡這裡 公燒土豆魚羹 喔公園口 就這間啊 哇很多人在吃欸 真的假的 會不會我們吃不到 OK 出發 土豆魚羹 欸它這很單純的 它真的只有賣這樣嗎 對它只有賣這樣 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連小菜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土豆魚 跟的 米粉跟麵 這樣 字取 有啊它有寫字取 對 喔字取 左邊是 迷魂 正宗土豆魚啊 來了來了 先喝湯看多甜 看甜度是多少 要不要 好 喔 這是什麼 甜湯 冰糖蓮子你有沒有吃過 這麼甜 你現在馬上喝 你現在馬上喝 你現在左手弄個湯 就是裡面加蓮子跟白木耳 你都不覺得奇怪 嗯 很甜真的甜 我要加醋 真的甜喔 真的甜喔 真的甜 給它爆 好 調一下調一下 又酸又甜 哈哈哈哈 你吃到它嗎 它還變酸又甜 酸到它也沒那麼甜好不好 好 我吃一下魚肉 嗯 這魚肉乾炸起來 可是我跟你講 土多魚啊 嗯 有點土味 不是因為它叫土多魚啦 我說它本來它的味道 嗯 對 其實土多魚有一個 土味跟腥味這樣 它外面這個看起來 應該就是用那個 地瓜粉 這樣炸 新鮮的 還熱的 裡面還很熱 嗯 我們總算吃到 正宗台南的味道 嗯 香菜加很多啊 然後裡面有加白菜 所以在地人真的都吃這麼甜 應該是 它白菜生生的 我懷疑它沒有煮耶 你說是脆的嗎 脆的 好 先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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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嘿 你啦 說你 你剛剛說你想吃我們台南的 什麼東西 我來賣 反正喔 我要去吃那 那一間那個 阿富裕的那個 蝴蝶跟 大棚跟人家 我這裡是小車 它沒幾 它能夠休息 我現在這裡吃完 你 你騎我都不好 我騎車 你騎車 我待會幫你報一下 你騎車 好 好 不錯 什麼 那是什麼 我趕快想去送阿V 熱情 你看看我們在拍 馬上我們下一家有了 太熱心了啦 他說要騎摩托車帶我們去 帶我們去 害我都很不好意思 怎麼會這樣 台南人熱情 太熱情了 天氣也熱 剛剛那個阿丹你覺得怎樣 就是很甜啊 我覺得這個米粉還不錯啦 但我坦白說 我認真講 對台北人來說 雖然我也不是台北人 對我們來說 我真的是覺得很甜 要我說好吃 我真的坦白說 我說不出來 肉OK啦 米粉 也很Q 也很OK 分開都很棒 對分開很棒 那個甜 而且阿 我現在是我媽媽的耶 因為拉加很多 不是 我剛剛那個吃起來根本都不拉 我覺得是因為甜耶 你已經甜到麻了 我覺得是我媽媽的 而且剛剛那個大哥講的笑很好笑 你台北的齁 你那些都沒有自然啦 我們這個甜齁 是自然的甜啦 你知道嗎 我們都把冰糖炒到稍微 加冰糖這樣 不是 你加冰糖就不是自然了吧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嗯 還蠻好笑的 好啦我們去牽車 他要等我們 他在對面呢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lb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好 大哥在這邊 幹 都這麼急 摩托車帶啦 而且我一直跟他說不用 你跟我講在哪裡 不用很近啦 我帶你 我帶你 你也會不會看我們台南齁 蛤 你才在那裡吃飯 這間啦 好 這間不錯啊 好 結果我以為到了 他只是在跟我講說 這間也不錯 這一間明天早上可以來吃 我後面要到明天早上 你有沒有看 那個台北 好 我第一次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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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哥謝謝喔 拜拜 騎到慢一點喔 欸 他就真的把我們帶來 就這樣騎手了耶 他說前面那邊有人在排隊 我們去看 跟著人排隊就對了 共玩 豬歐練 大腸包小腸 欸對啊我要吃這個 他有一些 黑白切的東西 你要拿這個盤子嗎 對 謝謝 拿來吃這個 老闆到人前兩粥 先這邊吃啊 這邊 好啊 好 欸真的 有吃到我要吃的東西 我們本來要去吃那些 上次假期去吃的那個阿輝啊 也是這樣子的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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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那個 歐練加大腸包小腸烤 開吃了啦 客氣 明天先吃歐練的啊 招牌 不停血啊 呵呵呵呵 該不會是甜的啊 該不會是甜的啊 我剛剛另外一頂是什麼 我去借一下 甜辣醬 甜辣醬 就看前面有碗吧 謝謝 欸他這個香腸不太一樣 他不是紅的 對啊 沒有色素 沒有色素 台北人的要吃色素 嗯 他做肉的比例比較多 但是還是有肥肉 你看側面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 大概是7比3吧 6比4啊 好不好 啊這個就是 2比2 啊這個是有花生的 你喜歡吃有花生還是沒花生 我喜歡吃沒花生 我喜歡吃有花生的 比較香喔 台北的都是沒有的比較多 對 可是有花生比較香欸 有花生的很像肉粽 你現在在南北粽是不是 還有我最喜歡吃的薑絲 然後還有生蒜頭 喔 有沒有 吃香腸沒有生蒜頭 真的不行 這是一定要蒜頭 而我認真講喔 他這個米腸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生意很好 剛剛蠻多人擠著買的 烤的沒有很 沒有烤的香味 都白的啊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剛剛要加熱一下了 嗯 我覺得這要稍微 烤到有一點 焦香味 增加他的吃分 因為 因為有一些的米腸是用蒸的嘛 蒸完就切給你 這樣淋淋 嗯 那他竟然要烤 就要發揮他烤的那個優勢 對不對 總結是他的東西都很樸實 不是啦 烤煉就是烤煉 米血 所有東西都是蠻接近食物的原味 你要說特別好吃我覺得還好 但是空氣是原味 我就覺得不錯 那我們大概吃了20分鐘吧 應該有 人沒有經過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一直來 一直來啊 聲音好好 這邊是 有吃下午茶的習慣 台北那是爛地方 台北人沒時間了 人家說我在減肥 我在 我在 我在掃澱粉 哇 看你們那些芒果 芒果啊 我每天要喝2000cc的水 你台北人真的很無聊耶 做做 很美 然後晚餐大家點Uber E 不要那澱粉好多喔 太油了 有沒有 你們糖豆的時候有沒有糖醬 我們吃完了 看 不錯 不錯 我們在台北的 早餐中餐沒吃 來這邊吃下午茶 台北第一就是你們這種 哈哈哈哈 好我去付錢了 好我們測 喔 欸200多塊耶 260 我們兩個吃260啦 剛剛拿那些東西加兩組 台北那個一組就多少錢了 就65塊 70塊 對不對 670了嘛 不錯啊 我看網友有沒有講什麼冰 豆腐冰啊 中西區 我們現在在中西區嗎 五菲廟豆腐冰 對啊就這個 營業中耶 出發總要有個方向 走我們五菲廟去 黑底相公耶 你沒聽過 沒有啊 好走我們去五菲廟吃豆腐冰 欸聲音很好耶 到了 排隊 來懷舊小站 內用桌號10號 它竟然是杏仁豆腐 大家也來看一下要什麼 好這個是網友剛剛推薦的啊 有人剛剛推薦的什麼 懷舊小站 杏仁豆腐冰 我現在的嘴唇是皺的 不知道是太鹹還是太甜 應該都有吧 我覺得我回家洗腎 哈哈哈哈 它剛剛那個什麼 醬油膏啊 也是滿甜滿鹹的 我舌頭現在還是麻的 我來台南吃了兩趟 我現在舌頭跟舌頭是麻的 嘴唇是皺的 我們這樣子是不是污名化台南 可能是我體質的問題 嗯 比較敏感一點 比較敏感一點 好 一不小心就 那個 反應很大 謝謝 這個是綜合 好 謝謝 欸好可愛喔 你看 你的就很可愛 沒有啊 把它切成像它麵瓜這樣 它帶是綜合的 有藝人跟紅豆 它就多我這兩項而已 這兩項很重要 對啊 欸其實我很喜歡吃杏仁豆腐 欸我也是 有些人怕那個味道 以前夜市啊 或者去加樂福 加樂福啊 有沒有 都會很濃的味道有沒有 但是我很喜歡吃杏仁豆腐 有人不喜歡那個味道 好甜喔 你自己要加煉乳的 它這個杏仁豆腐的質地 比較偏接近豆花了 因為一般的杏仁豆腐 我跟你講你外面吃到的杏仁豆腐 大部分都是偏布丁 對不對 它這個呢 它的口感偏豆花 質地比較濃稠 濃厚一點點 然後剉片是粗的 這是古早味就像粗的 綠豆來一下 好甜喔 它的料綠豆煮得還不錯 因為我只有綠豆 它的綠豆 它有保留那個綠豆的心 所以咬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 它就是嚼起來 是有那個綠豆的香味 就有點像綠豆蒜 對 但它保留心是硬硬的 我認真覺得我把它攪一攪之後 其實沒那麼甜 你還是覺得很甜嗎 還是我已經麻痺了 好啦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剛剛那個冰一碗 我的60 你的5.5 都60 你的60我60 我-120 所以今天我們第一家吃 140 140 260 我們花520塊 吃了飽飽飽 你開到台北 它還是要算公里數 創回輸票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去高鐵站 換車 好走 牽車 欸這開四驅不斷行 嗯 開四驅笨笨 有油門反應 而且會濃厚 吼的聲音 高速速度上來的時候是還好 但極加速的時候也是聲音 已經聲蠻大的 沒有什麼速度 底盤什麼事都還可以啊 扎實度都還可以 就是那個 嘖 看到 對大概20到30公里的時候會有一個呼呼的聲音 所以你要中 啊 中才又 沒速度 聲音很大聲 老數都起不來啦 現在才50 喔看到這怎麼來的他們的車啊 對不對 對啊 那就這個林車場 好啦 我們回來看到地方的車交給他們了 還車 才借3個小時 跟借24小時一樣錢 這樣好像很虧齁 沒關係啊 這個今天來這邊 台南 高鐵 加租車一日遊 租車費3,900 吃東西500塊 高鐵商務艙兩個來回 高鐵票多少錢 我剛剛早上看你4,000多塊 回去再4,000多 我們今天花了1萬 喔1萬多耶 花1萬多 交通費就1萬多了 然後只有1500 1520 不是啊那個 早上車主那樣 你 你有生氣嗎 你會不高興嗎 0.5秒吧 就0.5秒 就當下那0點 0.5秒一下就 也只能這樣 當初訊息他就說 欸小資哥 我跟他講價錢 他問我嘛 他說可以喔 那你什麼時候來估車這樣 好啊你來估車 我可以帶你去吃牛肉湯 那我講實在話 我認真講CRV這個車 正常我是不會來的 不是說他車不好啦 就是比較多嘛 路面上比較多 對啊就拍這個可能也 觀眾也看的 沒意思啊 所以如果正常來講 我應該會叫採購人也下來就好 可是就是因為他跟我講說 欸可以來拍個片啊吃牛肉湯 我才心裡一想說 欸好吧 反正 觀眾朋友喜歡看我們這種的嘛 對不對 哭個車吃吃喝喝的啊 那我就想說 好吧那就來拍一下好了 結果就來啦 結果他說 沒有我還沒有要交車 然後一下 我自己也沒有問啦 對啊 不過還好啊 當下念頭一轉 我們這樣吃 其實今天吃也蠻順利的耶 而且我們 你看我們三個地方去吃 停車都超快 也沒有說什麼找停車位 欸對沒有 或什麼都沒有 然後去吃東西 你說排隊排特別長也沒有 也都很快就吃到了 然後還遇到熱心的人 還帶我們直接抱我們下一間 我覺得整體蠻愉快的 天氣也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沒收到車也會 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成本比較高而已啦 觀眾朋友 要記得喔 有一下幾個事情 超級感謝 把它拉到最滿 信用卡號輸入一下 如果你沒辦法 到我們的商城 在這邊 墨鏡 好不好 搶購中熱購中 還是我們的箱片 周邊產品 幫我們選購一下 支持一下 再真的不行的話 你就這個支持一下 這個按個讚 點個訂閱 留個言 大家聊個天 酸一下也沒關係 我是沒有差 有留言就好好不好 喜歡我們這一類型的影片 記得做以上這些動作 那我們就下次見 那我們去這個 環 環車 坐高鐵 回台北 掰掰 走